我們繼續跟台灣永續能源基金會的董事長簡優信先生來談 現在正在聯合國舉行的氣候行動高峰會 簡先生我們看到在這次高峰會上面 聯合國秘書長特別安排了要年輕的人上去講話 瑞典那個女孩桑伯格其實講得非常的兇 她就是說你們上一代的人做的其實是失敗了 你們對不起我們這一代要我們這一代來承受 那她跟她這個年輕的一代在上個週末也在全主要是歐洲很多地方 舉行示威罷課這些事情 這個會不會對這些政治人物產生壓力 那這個在你去過的包括這樣台灣我們這些在中學裡面 大家有沒有感受到這是一個嚴重問題會危及到每個人的未來 這個我想瑞典女孩桑伯格這個小朋友 她現在好像還在高中還沒讀大學 那麼她的事情其實引起全世界非常關心的一個現象 因為我剛才講聯合國她自己深深感覺到她有點使不上力 所以因為國家這樣下去沒有達到效果 所以她現在聯合國非常的注意所謂企業界 也非常注意地方政府 也非常注意用金融的力量來去管制 來去鼓勵 來去協助大家來減碳 來做這些問題 然後她又發現說 還有一個更快的方法也是很慢的方法 如果能夠讓所有的一個大眾百姓一起來逼這個政府來做事情 其實就是用民主的方式來做這些事情 這就是民主的法則 民眾民之所欲 大家希望怎麼做 所以她就想如果從這個角度來做 可不可以做成 百分之百做成也是最好的方法也是最難的方法 為什麼 如果民眾都有這概念的話就很好做了 民眾會選舉的時候要求她的候選人要求政府做什麼事情 但是民眾要有這個概念到完成了 這個時間是蠻長的 就等於我回憶1987年 我在環保署開始推這個垃圾回收 資源回收的時候很困難 大家就覺得為什麼是政府不收 為什麼是我們交稅的人還在去做垃圾回收 非常困難 還是經過這個長時間慢慢教育 環保教育成功之後 台灣現在做得非常好 一樣的道理 這位瑞典的這個女孩 她做的事情 聯合國是看得很清楚 如果從她能夠讓這些社會動員力最強的 這些高中生大學生來做的話 就會速度就會快 所以她其實是在鼓勵 她其實也請各國政府再鼓勵 甚至她們還在講說 這個諾貝爾獎金應該給這位女孩子的和平獎 因為她貢獻非常大 都不錯 因為這個是動員社會力量來做 其實我們已經觀察到一件事情 我們在這個聯合國推特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她有一項講到就是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她要所有的消費者都知道一件事情 當你消費東西 你必須要考慮地球永續的問題 這東西能買不能買 這些東西如果是說污染量很大 而產生的東西你就不要買 這是不負責任的消費 那你亂丟東西也是不負責任的消費 你生產也是不負責任的生產 如果你用這些污染東西來生產 那這個有效不是沒效 因為現在統計出來 尤其在先進國家在美國 在歐洲也都這樣 她問她說 如果我一樣買這個東西都一樣的好 但是我這個是貴20% 但是我的生產過程都是用綠電 而且污染房子做得非常好 而且都沒有毒性物質在裡面 你願不願多付20% 所有的這個測驗裡面 20% 30%多付差不多是願意的 其實在台灣也差不多是狀況 甚至現在還有很多大學工畢業生 就業的時候 他跑到公司去 他去應徵的時候 他會問你這公司 是不是真正有做你企業永續 或企業社會指認 你這公司是否消費太多的能源 產生脫爪二氧化碳 他會問這個問題 所以逐漸已經形成一個力量起來 當然這個力量要到轉變這個狀況 還是有段時間 不過我們已經看到這個現象產生 所以你剛才講的 這個聯合國非常重視這瑞德女孩 我覺得方向是非常正確 只是說短期間要看到這個結果出來 還是不太容易 你覺得我們現在定定的目標 我們當然現在有減排的目標 現在目前是我們到2025年的時候 溫室排放氣體的量要比2005年減量10% 203年年的時候要減量20% 2050年的時候要降為2005年的50% 這個目標當然我們是根據當時巴黎氣候公約定的 會不會太低了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再調整 然後因為調整 我們就要做出犧牲要付出代價 我們現在社會有沒有做這樣的準備 現在我們又要進入總統選舉了 似乎候選人也並沒有提出跟這個相符的一些政見 你怎麼看 你剛才講的這個說 2050年要比2005年要減50% 這是我們行政院提出立法院通過 而且正式立法的 那其實我聯繫這兩年 我都做民意測驗 去問民眾說 你曉不曉得 這個台灣有一個法律 叫溫室基地減量法 到2050年我們要減碳50% 結果我一問這下 1000多個有效問卷裡面 只有不到1%的人知道 大概都不知道 大概嚇一跳有這種事情嗎 為什麼 我剛才講什麼叫減碳50%呢 如果明天就減碳50%的意思是說 如果明天就減碳50% 所以明天有24小時 有12個小時 不可以用電 不可以用水 不可以用天然氣 不可以用所有能源去發動東西 這叫減碳50% 他聽 那怎麼可能呢 我還要日子怎麼過呢 不過他給你延到2050年 你慢慢去減 其實是快快去減了 到2050年 我們能嚇一跳 但是我去跟德國人跟英國人問問 他說你們減多少 我說我們減碳50% 他們也嚇一跳 你們減碳50% 為什麼 因為英國最近才通過一個法律 送給議會就要通過 他說英國到2050年 是減百分之百 叫做碳中和 碳中和 碳中和 你要想一想 如果那些國家 像德國其實也是百分之五十是有可能的 都要準備要通過百分之五十 你的產品將來要外銷賣給他的時候 他會不會買你的產品 因為我剛才講過 現在人都已經養成一個習慣 永續的概念 你這些二氧化碳產生太多 污染太多 他不會買你的東西 甚至他 人們叫做 你這些都占我便宜 你都占我便宜的 用比較低廉的這個 這個能源產生的這個產品的話 我不會買的 所以到那個時候 如果我們還是那樣的話 我們可能東西都會賣不出去 所以不是說你喜不喜歡 你要不要 這社會是這麼變的 這國際社會是這麼變 你非做不可 所以對我們講起來 我是認為 我們的廠商其實現在也很緊張了 因為光一個蘋果來的時候 要用綠電的時候 我們這些電子公司 現在就很緊張了 當然我剛才講 時間並沒有跟你講 多少時間內完成 如果這個時間性一出來的話 我們要配合政府配合什麼都行 其實我們的法律也正在變了 我們最近要訂 再生能源法的再修訂的時候 就要規定 公司要買20%的綠電 大公司 這就是很重要的一個 由法律面來制定這個事情 其實以20%減量的話 我們到2030年還是減不到20% 沒有覺得小公司沒有那麼做 所以這個對台灣講 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不是已經說你的道德啦 或者是地球什麼問題 根本講得不好聽 你的生意生存都會有問題 因為你的外銷會出事情 講到這裡 我想問一下大陸的經驗 大陸其實是現在全世界第一大 溫室排放氣體最多的國家 但是大家都覺得大陸現在目前 建局旅行 有些法律它真的在做 而且它現在目前減排 也減得非常成功 大陸為什麼可以做得到 大陸是不是已經 已經覺得他們也是非做不行了 大陸開始做這個二氧化碳減量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雙重目標 普通 因為大陸的能源主要來源是自產的 我講自產是講煤自產 它的汽油是不夠多的 不夠用的 它油進口量現在已經快到70%了 所以它也希望降低油的這個進口量 當然如果要增加的量 就是要用煤或其他再生能源 所以它再生能源是 佔全世界現在最高的比例 它是第一名 不管風能 太陽能它都是第一名 它量都比人家領先非常多 不過因為國家大了 那樣還是不夠用它自己的這些能源 大陸之所以最近幾年特別重視 是因為在當經濟成長創造這種襲擊之後 民眾最關心的還是它生活的品質 他們講說在1980年代我們很窮 不過我們有呼吸最好的空氣是不要錢的 今天我們很有錢的 我們富裕了 我們沒有辦法呼吸到很乾淨很便宜的空氣 家裡要裝空氣濾清器什麼東西 這個是很諷刺的 所以他們整個國民跟政府 都感到這個壓力很大 所以它就要開始解決這問題 所以比如說剛才講它燒煤最多了 因為它都是引煤在做火力發電廠 煤是兩個大問題 一個叫空氣污染 一個叫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看不見的 老實講二氧化碳稍稍稍稍稍稍 其實你只是講氣候變成你看不見的 可是空氣污染是你看得見的 很清楚 你眼睛看得見 鼻子聞得到 這個是很糟糕的事情 那這已經產生非常多的民眾的反彈 跟非常激烈的反應 所以它把國家政策裡面 空氣污染的防治列為首要之一 所以中國最近的這些環保法律 很多訂的比台灣還要嚴格 自行比台灣還要嚴格 因為它必須快刀要斬亂馬 要把這些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它雙碗齊下 所以他們最近進步的是相當的快 不過因為這個激數太高了 要降降下降不下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它又實行了碳交易中心 碳權可以買賣可以交易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資本主義下的 用經濟的法則來解決污染的問題 它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場 這個市場剛剛開 2017年12月開始運作 目前慢慢開成 這個假以時日的話 這個成功的話 他們的剪斷效果是可以預期的 今天非常謝謝剪斷市長到我們節目來跟我們談 這個問題其實是非常的嚴重 那個明年據說在英國還要再開一次 氣候的高峰會 那個之前可能到時候還要請剪研來跟我們來談 謝謝 謝謝 也謝謝各位觀眾收看 我們下次見